你刚才讲说 我是因为一份爱情留在杭州 看似说我为了爱情可以付出很多 但实际上看到我们生活中的点滴 你会因为看手机 让女朋友屡次三番地跟你生气 因为你觉得看手机的状态很放松 你对家务也很不上心 虽然知道女朋友很爱干净很有规律 你依然没有给自己的弦拧紧了说 我为了她啊 我为了这份爱情啊 我去努力让自己紧引起来 你没有 包括你明知道可能回到老家 对你的事业发展 对你的人生规划更有好处 你依然松散地选择留在杭州 不仅仅是为了她 而是说你现在生活状态 你也习惯了 也觉得比较惬意了 在那个城市找到了自己放松的状态了 对吧 你可以七点钟回到家玩手机玩到十点 你是松弛的状态 不仅感情 你对事业对人生都是松的状态 这是你 而姑娘特别地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紧啊 你看你们的感情中一点都不放松 其实你说几点去打扫 或者是我们吃饭快一点慢一点 有那么重要吗 你对她的要求就像对自己的要求一样 要按照你的轨迹去做 你才会觉得安全 我觉得你在这份感情中 为什么越来越要求得多 越来越对她不满 其实还是因为越爱越希望抓住 怎么能抓住呢 你要像我一样 你要完成我的想法 才能证明你够爱我 你是拼命去抓的状态 很紧张地去抓的状态 但有时候感情真的像流沙一样 你抓得越紧 它流得越快 你越想紧起来 它反而越松 你们两个对感情的这种状态 和生活的状态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很担心 当我们曾经的轰轰烈烈地 爱得最初 这种激情消磨地成为 简简单单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的时候 激情就支撑不了长久的情感 虽然现在听起来 你们的感情还在 但是我对你们感情发展的 走向不看好 因为两个人对 爱情要求得太不一样了 慢慢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吧 希望你们都能放轻松 不要太辛苦 好吗 姑娘 不哭了啊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陀老师 我去杭州这么多年 我也吃不惯杭帮菜 但自己家 帮助患者 都要碰到我 看一眼 我得以给你们发现 比词 语畅 都要杀掉了 为何你真的 satan 在我身边 禄 十二位 我就要放出 Zither Harp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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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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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